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闺蜜甘正案主角崔顺时的女儿郑佑娜已经被引渡回韩国 她在抵达仁川国际机场之后表示 对于三星集团资助她马术训练的详情并不了解 在这郑佑娜的大韩航空班机下午飞抵仁川国际机场 双手背靠着手铐的郑佑娜被压出了机场 她对媒体表示她只是从母亲的口中得知 三星集团将资助六名马术运动员她是其中之一 对于母亲崔顺时和前总统朴槿惠之间发生的一切 她完全不知情 郑佑娜是在从丹麦哥本哈根出发之后 到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 在飞往仁川的大韩航空客机上 被韩国检方逮捕回国接受盘魂